今天看到这么个文字,大家看看啊,我是觉得有点离谱 咋的,中国也要大吹政治正确之风吗?也要开始为LGBT设置各种特权吗?就不能人人平等吗? 啊,一看是丁香医生,哦,为了来卖药的,来卖药,真是不择手段 哎呀,但我今天要说的其实比丁香医生还要恶劣 嗯,有请我们的知名评论人老胡 老胡让我康康啊,老胡最近比较奇怪 各种事情他都要发言,而且还暗磋磋的表示自己,哎呦,这个受到攻击了呀 这个正能量对于我们这个冲击有点大呀 那么问题来了老胡如此之多的各种发言 今天怎么突然提起正能量的事呢? 仔细想想平时老胡啊,不是在拍马屁 就是在颠倒一些大家的常识 还要说一下,哎呦,我老胡一向就是活稀泥的 哎,我老胡一向是秉持公正的,对吧 然后,现在呢,我看老胡是有点老糊涂了 我也是斗胆的评价一下 老胡之前说要开业总会 后来呢,对于那个脱口秀的事情 老胡又说没有,中国军人没有受到冒犯 然后,老胡强调好多事情 他都是自说,哎,我是为了经济呀 我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呀 大家的娱乐,对不对 嗯,我觉得老胡已经实现了他的愿望 他这个公知啊,已经当成了 可惜水平还是不高 大家今天也是表示,老胡这暗戳戳的说 哎,正能量占据主导地位 然后又说自己被网爆了 哎呦,老胡这突然开始说人话 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老胡,这怕不是闻到了什么风声 怕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老胡啊,可不兴当这心形公知啊 大家心明眼亮的看着你 一步步地从胡边胡砍到了 现在胡说八道 那大家会想你到底是愚蠢呢 还是真的有点坏呢 还是背后真的收了钱呢 这就麻烦了 这就麻烦了 大家不会真的 你真的不会让大家把你引到说 啊,这个老胡真的在美国有资产吧 啊,对了老胡 我还在等你呢 你那个环球时报记者赴国豪的事情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应一下